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判刑间近两年 并被列入性犯罪者登记测试年 据了解 22 岁的女生杰米·加勒特 在宇宙宁 14 岁男孩进行各种性行为之前 给他服用了派对上的药物Zenex 检察官伊恩格德萨克说 加勒特告诉警方 当晚他自己服用了5、6种Zenex镇定剂药物 而且还喝了各种酒精饮料 害羞了大麻 其实那个镇定剂的药物 他的医生给他开来 作为焦虑症的处方 证明因法律原因无法透露性命的14岁男学生的母亲说 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极度尴尬 加勒特的母亲则说 加勒特小的时候曾遭受学习困难和心理虐待 所以一直需要服用镇定剂的药物 现在加勒特承认自己对一位未成年的男学生及工毒品大麻 而且还与他发生性关系 因此被列入性犯罪者 登记策达十年之久 间接两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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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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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